从心底里去扶你这个事情 对于高速交警来说 他们除了要处理事故 查处违法 处置危险之外 还要帮助老百姓 胎油解难 司机朋友都知道 开车的时候 生气斗嘴会影响安全驾驶 那么如果有人置气 把同行的人扔在夜晚的高速公路上 又会给自己和别人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呢 2019年12月4号的傍晚 高速公路上就发生了这样的危险一幕 你好 三七高速六四的六大队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 你不要着急 你慢点说 打来报警电话求助的是一名中年女人 她称 其和丈夫从河顺驾车前往河北 行驶至行坟高速某路段的时候 因二人发生争吵 她便一气之下 将丈夫丢在了高速公路上 之后独自驾车离开 起初 因为自己还在气头上 所以根本没有考虑丈夫的处境 直到行至几十公里之外的 云竹湖服务区 她才开始担心起了丈夫 接到报警后 山西高速交警六支队六大队的民警 迅速上路寻找该男子 由于报警是外地人 对咱们路面的情况不太了解 他自己也不清楚 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将自己的丈夫放下的 而且报警人描述 被遗弃的男子 没有携带手机 眼下 报警人 无法准确描述 其丢下丈夫的具体位置 这给警方的寻找工作 带来很大的困难 而除此之外 夜晚高速公路上气温很低 该男子却只穿着一件单衣 他的处境让民警十分担忧 高速公路上 车辆的行车速度都比较快 尤其是到了夜间 司机的视线也受到了限制 看不清楚路面的情况 一个行人在路上行走 提议引发交通事故 大晚上的 也不好找一个人 眼看天色是越来越黑了 早点找到这个被丢弃的丈夫 他就能够早一分脱离危险 然而顺着报警人指引的方向 民警寻找了将近半个小时 却始终没发现行人的身影 这时警方分析 会不会是报警人把方向搞错了 或者是他丈夫已经下高速了呢 根据他的描述我们分析 这个当事人应该是 从东往西往渔舍方向走 所以我们就沿着高速 新峰高速一直往西寻找 报警人丢弃丈夫后 驾车行驶的方向会经过一条隧道 那么安装在隧道内外的监控 会不会拍下这名男子的踪迹呢 监控中心查看 铺上隧道的监控以后 发现半小时前 有一个行人从铺上隧道内经过 果然在2019年12月4号晚上7点 有一个中年男人 小跑着穿过了这条隧道 可此时距离这名女子报警 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 那么该男子出了隧道之后 是继续向前走了 还是说他变换了方向了呢 因为他家是河北那边 他有可能翻过护栏到对面去搭车 往回翻 我们辖区为三区道路 两边都是大三 我们当时分级他也不可能 说是翻越护栏下了高速 为了让该男子尽快脱离危险 警方加派警力紧急寻找 那么最终民警能够找到这位丈夫吗 妻子牵挂丈夫 心生后悔 该民女子的行为不仅荒唐 而且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民警找寻一个小时 一抹身影出现在众人眼中 经过和他的沟通以后 发现他身体没有异样 对他进行简单询问以后 把他带上警车 交警争分夺秒 最终能否让夫妻团聚 走了多长时间了 高速路上的乱心交警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的位置 一路民警继续沿之前的寻找方向进行延伸 果不其然 就在行驶了十几分钟之后 一名步行在应急车道内的男子 进入警方视线 警方初步查看后分析 该男子的体貌特征 和报警人之前提供的 其丈夫的特征十分吻合 经过进一步了解 警方证实 该男子正是报警女子 要找的丈夫 穿着单衣 在高速公路上 徒步一个多小时 走了六七公里 这名男子显然是动得够呛 他报警了 经过和他的沟通以后 发现他身体没有异样 对他进行简单询问以后 把他带上警车 准备把他带到前面服务区 去跟他的老婆会合 此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 民警的找寻工作 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 期间 报警女子对丈夫担心不已 于是民警先给其打通电话 报平安 挂断电话后 这名男子也说 他和妻子 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吵架 下了车他就消了气 可是因为下车匆忙 没拿手机 所以无法和妻子取得联系 那么这对夫妻 究竟因为何事 闹别扭呢 家庭也不是生气 就被谁呢 被女的好堵囊 他说了一句不愿意 他又说了一句 我说咱别说了 我这时候特别犯 特别犯我的瞅之言 特别犯之言 他说你别瞅了 我说我得瞅这一颗 特别犯了 我这眼睛不让瞅 都开始掐我个旺 都开始 我相信懂事 我说不行啊 你多危险 我说考边吧 考边听我 也都是有散分浓水的 我眼还没抽完 他说你不上车就偷了 那是太心 估计没了 这是不合理 我给你吃了 那应该就打个 黑车是不是你的 是不是 通过民警的努力 半个小时后 该男子终于和妻子 在服务区团聚 我给你上车 你不上了 行了 没事没事没事 这是你老婆吗 老婆是 老婆是我 行了 没事没事没事 走了五六公里了 走得远了 我让他上车 他就是不上 就是不上 我也是走气 真是不好意思 你也不能扔在路上 大晚上乌漆麻黑的 穿着个这衣裳 真的不仔细看 都注意不了 该民女子的行为 不仅荒唐 而且违反了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高速公路上应急车道 在非紧急情况下 禁止车辆行驶或停车 民警 请不吝点赞 订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